美食新景点 民事新闻林森林志宏 他也报道 继续还要带您关心的是这些勇敢的孩子 其实在台湾每年都有许多的重症病童 在努力的跟病魔对抗 而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让爱起飞全球圆梦的助学金 在今天颁奖 就是要鼓励这些热爱生命的孩子 而这些孩子呢 有的是血癌 有的是淋巴癌 在现场他们腼腆的接受表扬 接受采访 不过却要自己勇敢的 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学士鼓打得尽兴 打得精彩的 是今年13岁的苏智 白白胖胖很可爱 但这是长期服用肋骨唇的关系 因为她是淋巴癌病童 回想起这一切 苏妈妈忍不住红了眼眶 比我自己生病还难过 我大概哭10天吧 慢慢的去了解这个病 我真的很不幸 可是我也真的 我感到很幸运 我再把我的儿子找回来 我还是会再继续这样子陪下去 在苏爸爸苏妈妈的支持下 苏智是咬牙撑过来了 三年化疗病房当作家 从不喊苦 他会跟我讲说 妈妈你不可以掉眼泪啊 妈妈你不要哭 我会觉得说 小孩子比我坚强了 我怎么可以苏喊 切切实实感受到父母的爱 苏智还说了句名言 妈妈就像那个7-11 20小时被打烊 爸爸就像宅机变一样 13岁到 除了他台上排排坐的 全都是跟苏智一样的抗癌小斗士 他们也都没有放弃自己 而这样的态度让他们获得了 周大观基金会的圆梦助学金 让他们更有勇气来期许生命的美好 最大的愿望就是 大概就是有个美好的家庭吧 最重要的是呢 苏妈妈还得到了一个 期待已久的礼物 苏智爱妈妈 嗯 赶快讲赶快讲 我还没有听过 我还没有听过她爱我 爱你 啊 我今天终于听到了 门市新闻姚学林三富 特别报道 其实这样勇敢的孩子还有很多 第五届韩见机